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各学校也都配合 停止到校上课到暑假 而驻美代表萧美琴 一边争取台湾疫苗 也一边心系着花莲的孩童 而透过了美琴之友协会 募集到了55台的平板电脑 捐赠给花莲、新城乡、北浦 以及家里国小的学生来使用 希望提供完善的设备资源 让弱势家庭的学童都能够学习不中断 疫情严峻 全国各校停课改意远居教学 对于偏向或弱势家庭来说 没有电脑设备等于停止了学习机会 驻美代表萧美琴 一边帮台湾争取疫苗 一边心系花莲的学童 日前透过美琴之友会 向微软公司调度55台平板电脑 并透过花莲线数位机会中心 每合教育单位分发配送资源 希望花莲学童学习能因此不中断 这段时间的一个线上的使用 教学载具的部分 在平板的使用 我们陆陆续续发现 学校会有一两部的平板出现状况 所以在这段时间 其实学校的同仁 他们也把自己的笔记型电脑 也提供出来给孩子使用 当然除了平板的使用之外 有一些孩子他是使用家长的手机 毕竟家长的手机在使用上 在做线上学习上 他的功能还是有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这次非常感谢美琴之友会 捐赠了家里国小25部的平板 让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载具 不再使用手机 而是可以使用平板电脑 让孩子的学习能够更加的有效率 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 美琴之友会的一个善行捐赠 谢谢驻美代表萧美琴 在疫情冲击底下 在国际上为台湾努力 新人系着我们花脸的孩子 特别是偏乡的弱势家庭的小孩 在政府实施停课不停学的状况下 生怕他们缺少了这个许多的学习的设备 那特别在他的发起之下 募集了55台平板电脑 分别捐赠给花脸线新城乡 北埔国小以及家里国小 那希望能够让在受到疫情状况下 无法得到良好的这个数位设备下的孩童 都能够得到好的设备持续的学习 第一批平板电脑30台 已在5日下午送达北埔国小 第二批8日送达家里国小 协会特别感谢宜兰花脸数位 技会中心协助媒合 也感谢微软公司 在近期平板电脑货源短缺之下 仍以最快的速度调度及配送 也呼吁各界能暖心伸出援手 让更多弱势孩童 学习的机会不因此停摆 记得蒋方燕行程相报导